接下来请收看 海豹法师同法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跟他说啊 我是他的弟弟啊出家啦 对不对 然后我来跟你忏悔 你一定跟我有缘啊 然后就是要用爱感动对方 没有别的方法 但是我发觉这样好像超度了 我心情觉得很好 我问我大哥 今天好睡觉 不错啦 因为这个冤亲在主原谅他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必须了解 一个人会生病有三种原因 各位一定要背下来 有业障 第二个有冤亲在主 第三个 身心四大不调 这个要记起来 这个要记起来 因为一般人一生病就先找医生 事实上不对 一生病一绝对不是忏悔 一定我有一个业 比如说你这个右肩在痛 痛三天以后 好啦 然后突然又痛 事实上这个业还在 所以你要忏悔 那像我以前这个手 痛了这样就两年 没办法举起来 我找了很多理由 是不是我喷姜喷太多啊 我灰气子灰太大 我找了很多理由 什么人都来帮我按摩 海涛法师也按一下这样 结果理由是什么 我终于找到了 我以前过去世了 有一个小寺庙带了很多小和尚 有一个小和尚很皮啊 我实在忍不住了 拿那个木鱼哭敲他的头 哭 这样子你看我要痛多久啊 我终于找到了 所以这个要因缘成熟才找得到 不然你找不到自己的业 所以我就跪下来 跟那个小沙咪忏悔 观想 也向木鱼忏悔 哎呀我不能用法器去打人啊 而且要发愿 我生生世世绝对 就不会拿木鱼棒去打人了 再怎么忍我都要忍 然后一这样忏悔 哎 他就感觉到很舒服了 别人稍微按摩 后来就自然好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了 好 因为就是那个业没有了 那个冤亲在主就小沙咪 原谅我了 所以业障要忏悔 冤亲在主要超度 什么叫超度 超度不是血排位叫超度 超度是让对方原谅你 让对方原谅你 所以你要跟他跪下来 跟他串尾 过去我 直接间接杀了你 伤害了你 骂了你 就像我这两天晚 昨天晚上喉咙也不好 一直咳嗽 后来我就问他说奇怪 我也没感冒啊 一直咳嗽啊 连续几天啊 为什么咳嗽 骂部署骂得很厉害 所以这个就是我 恶口骂我的底下人的业 所以他现在来讨报 那你要怎么忏悔 那你要跪下来发誓 我以后不再骂人 不管我做什么 这个要敢发 你要敢发 但是 当然我是先发给我 这个骂的人 怨有头债有主 所以先跟他忏悔 然后又发怨 然后这样 所以这样以后 好像他超度了 我不用吃药 所以我现在已经 不习惯吃药 以前是先吃药再说 但是吃药只是止住而已 所以各位念下来 忏悔业障 超度债主 调整身心 调整身心 那你要修行 业障要忏悔 冤心在主 你只要 怎么 怎么超度他 用慈悲 用慈悲 你用慈悲 为他念阿弥陀佛 你用慈悲 为他念观音菩萨 帮他修点功德 因为欠他债 替他出十块钱 二十块钱 像各位在这边 要做什么功德 赶快翻转非洲 捐 捐不要用你的名字 你的腰不好 如果 那你今天要捐钱 捐二十块 一百块 我就用一百块 的 钱 以我 造成我腰 生病的冤心在主 我替你布置一百块 他高不高兴 他高兴 没人要理他 因为冤心在主 是你眼睛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不一样的冤心在主 像我把我整个冤心在主 叫什么名字 人家 涛恩 你不用替我做了 我只是说 因为我的名字叫海涛 这些冤心在主 我要来报恩 所以我就用这个名字替他做 那这样就一直一直在还他债 因为人投胎这一世 上一辈子上一辈子 算不完的冤心在主 算不完 但是如果你哪一天特别痛 像我以前腰 医生说一定要开刀 那我就完了 这下开刀 这下开刀不成功怎么办 光想了这个开刀就起烦恼了 后来我给他取个名字叫五福 因为他跟我说第四第五节嘛 不然我要取个四点五嘛 就是五福 五福 然后我经常用五福的名字 就叫鳗鱼啊 就买很多那个治疗腰的 送到老人院啊 好的东西 所以我每次见到大法师 我会送他两个东西 一个是感冒药 因为我经常感冒 一个是最好的贴了就不会痠痛的药 我都送这两个 都是Matic in Japan的最好的 那就送给他 回向给所有人 不要感冒 我不是回向自己啊 回向给所有腰痛的人 至少我到现在我不敢讲了 但至少好像没有叫我开刀 而且我不再 几乎不再痛 只是自己知识注意点 这样就好 不然以前常常痛 常常痛 躺在床上也不行 然后翻转 我就觉得 如果要开刀这下可麻烦了 海涛法师也会开刀 这下惨了 每天叫人家要放下 这下就倒了 所以我只是讲我的经验 但是我觉得很管用 但是重演心态 一个人为什么医药会酸 骄傲 傲慢的人骨头不好 傲慢的人一进膝盖不好 膝盖不好骨头不好 所以贪心遭水病 肾脏三高糖尿病叫贪 称心遭火病中风高血压心脏病 然后呢傲慢遭骨头病 就傲慢是 比如说很喜欢做 然后又天天抱怨 自己为自己比别人厉害 那这个你要自己调整 所以我讲的三个 业障要忏悔 当我们碰到病 你不要怪对方 对不对 忏悔 然后鬼神要超度 特别是各位妈妈 我必须还是强调 我可以为各位服务 我们这群人 喜欢超度堕胎胎儿 因为我觉得我超度堕胎胎儿 对我随时保持爱心 对baby的爱 因为 所以我每次演讲 今天没有都会摆堕胎胎儿的玩具 我会记着这一件事情 因为我的妈妈为了这个很痛苦 我自己也有一个 在大学的时候 我认为我这个经验很好 所以各位你在家怎么坏 没关系 怎么坏都是你帮助别人的助援 因为你懂了这个苦 你没有懂了这个苦 你就不知道别人的苦 所以我不会去怪别人 像有一位我去内地有人说 师傅我多胎几个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哪里知道 24个 我说装的很冷静 没有问题的 一个跟24个其实超度都一样 心态而已 今天我对不起10个人 我如果我有惭愧心 10个人都会原谅我 但是我只给他讲一句话 你有惭愧心就可以超度他 你再发一个悲心 我来帮助别人不要堕胎 我来救那些受苦的小孩 你把这个化成愿力 你就可以超度他 我想各位这个不是很困难 所以我那时候为了我妈妈 也为了我自己 我发这个愿 只要有堕胎胎儿 甚至我每次到外面都会 弄模模模的意思是说 那些小朋友请跟我来 不要在这边受苦 请跟我来 像昨天晚上就真的跟来 所以我昨天晚上被好痒 我讲这个各位可能不太理解 我被很痒 但我已经知道了 这个被很痒就是小朋友 所以他喜欢巴在你身上 特别昨天那只五尾熊抱着 好像抱小孩 我老是跟我讲 我们同意知道 那个五尾熊抱了那只做过我女儿 不然你抱不到他 你没有你抱过他的一定跟你有缘 你喂那只袋鼠的一定做过你妈 不然你喂不到他 各位拿钱去帮助非洲帮助哪里 帮得到了一定是过去你的亲人 不然你帮不到他 这个叫缘分 所以昨天晚上我就写了一个牌位 小孩亡魂 本来就在背上 写完念一念 就不会痒了 这是我的经验 我认为这个对我很好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 不管你哪里有这个感受 然后你把这个感受 变成一种了解他的苦 变成一种悲心 对你很好 你不会怕痛 你只是怕对方还在痛 所以 谁再背一次 来 忏悔业障 那最强的忏悔就是拜三昧水灿 最强的 在中国佛教 所以我们正言上来 有做一个三昧水灿的歌仔戏 是吧 你就看着 你就跪着看就好了 反正你就有惭愧心 或是自己拿来拜 或是平常拜 跪下来 拿摩阿弥陀佛 拿摩阿弥陀佛 这样就好了 当然 比如说 你的妈妈 对你不太好 你的哥哥 对你不太好 你有时候 你有时候 无理 我这辈子已经很好了 我给他很多钱了 我已经对他那么好了 为什么他还对我不好 业障没效处 你最好 没有人的时候 也可以跪在佛前 想他在面前 哥哥啊 我跪去过去是 对不起你 一定伤害了你 我向你忏悔 这个很管用 明天他看到你就不会骂你 因为你真心的向他忏悔 他内心就会原谅你 任何一个人 不管无理的 今天你车停在路边 他莫名其妙要撞你 你想要告他 你不要告他 你还向他忏悔 那你就没车祸了 这就是佛教 所以布施很有福报 持戒可以升天 但是呢 忍辱的功德 超过于前面 布施跟持戒 所以念一下 布施得大富 持戒得升天 忍辱向端正 如果你喜欢修忍辱 如果你喜欢修忍辱 外表端正 讲话端正 就是要向端正 所以 因为忍辱的功德 超过一千名 所以这样合起来 这三个你都圆满了 你就有很大的福报 因为你没有福报 就帮助不了太多的众生 布施 持戒忍辱 是所有向好庄严福报的来源 但是如果你很会布施 结果你脾气不好 喜欢念念念念 看到不喜欢的事情耿耿于怀 那这个就是没有修忍辱了 所以忍辱是 什么叫忍辱 来 全然接受 你要接受 你的儿子不好教 那你要全然接受 一定是过去世 我对待他怎么样 我就更有耐心 是儿子教不好 另外一回事 你的耐心养成了 这才是成功 你的悲心养成了 这才是成功 所以我想各位必须利用这个机会 当然像我比较有福报 谁对我不好 我都会去查因果 原来是我对不起他 所以我就认了 我现在就不用问了 反正一定我对不起他 司机生气 赶快给小费 一直给小费 但他现在就笑了 你不要把司机给换掉了 所以反正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因为给你忍辱 妙法联华经 释迦牟尼佛说 没有提婆达多 这个恶之士 佛陀没办法成佛 没有人一直伤害你 让你修忍辱 你没办法成佛 所以你布施100亿美金 还不如忍辱一分钟的功德 想不相信 那各位要找机会忍辱 你做老板要忍辱严工 你做严工要忍辱老板 大家一起相处在家里 你要忍辱 你不能太个人主义 你要全然接受 因为大部分是你过去 我们对不起他的 所以这个忍 你不忍辱 没有智慧 因为佛教所谓的智慧 最高的智慧叫什么 你叫无身法忍 就是你对一切法都能够 不起心动念 叫无身的接受 无身法忍 有钱也好 没钱也好 骗你也好 你心里都很平静的接受 这个叫空性 不起心动念 你才有真实的智慧慈悲 去帮助别人 但是没有 没有前面的这些众生 找你麻烦 生病 环境的变化 找你麻烦 你就没办法成就 这个最高的智慧 所以你要成就最高的智慧 无身法忍 首先 你叫众生忍 不要抱怨 这个像我经常出来带团 有人问我说 哎哟师傅你要叫我带不行 我跟客人吵架 我不喜欢 我说这个就是磨念 形形色色的人 什么都有啊 我有时候 像我 很多人来问海涛法师 你这么出名 你还在做旅行社 我说不是 在磨念 在服务吃喝穿 哎呀怎么安排大家 你永远都在这个心态里面 所以 那你才能够 事实上我出面的机会不多 但我考虑的机会很多 怎么样把事情做得更好 怎么样让大家快乐 用各种的方法 那你要有机会去修这个 如果说 这个这个团跟我没关系 我不去就算了 我不理他 你没有修到这个功德 所以我想各位 环境越复杂 这个世间 叫娑婆世界 你要利用这个 纷纷牢牢的世间来修行 这是最聪明的 如果你逃避他 哎呀我今天就不要参加团体算了 我一个人躲在山里面 你没有机会 就像各位 你没结婚会成长吗 你没生小孩会成长吗 你有照顾别人的经验才会成长 你也接受苦难了 所以来 拿摩大悲观音菩萨 救苦救难 慈悲众生 好 那你要救苦救难 请先受苦受难 能受苦受难 才能够救苦救难 所以我想 那在身旁有很多事情 可以让我们受苦受难 骂你 讲你 讨厌你 欺负你 好 所以每次当台湾报纸又在登 海涛法师又在放声 你要抓去关了 所以 我都静静了 福报又来了 好 这个福报我都接受 回向给对方 我又可以做更大的事情了 但是如果我抗议 我心里不服气 抱怨 那 那就没有忍路了 所以忍 并不是外表 而是心态 接受 所以我想 各位想要帮助这个世间 最大的能力呢 是你要有一个无我的 无身法忍的 平静的心态 那你平静了 你才可以真实去爱对方 去关心对方 如果你不平静 那没办法 所以我想各位结婚了 那你要心甘情愿的 爱你的先生 爱你的太太 爱他的小三 这没办法了 我刚刚在跟那些菩萨聊天 她说 我告诉各位一个真实 有一个女菩萨 我不要讲她名字 然后 在美国事业做得很大 大陆跟美国 她那次去美国找我 私底下她说 她一定要见我 当然我说好啊 她跟我说一件事情 她说她不甘愿 她不甘愿 她不甘愿 我讲了好多次 为什么 她跟她先生这么努力 白手起家 搞了这么大的企业 她先生 现在不太回来睡觉 跟谁在一起呢 她所请的秘书 是她去请的秘书 给她先生的 结果她先生 现在跟那个秘书在一起 而且很多钱都给她 她不甘愿 可能她的先生 跟那个女孩子 都有生小孩了 她最大的不甘愿是 除了她被欺负 还没关系 她很怕这个公司以后 就变那个女孩子的 她以后 她最大的想法 是要给她的儿子接棒啊 现在怎么办 她问我怎么办 我说这个难办 但是一定有方法 答案就这么简单 这么好玩 什么答案 过去是 她那个先生 是她的爸爸 秘书呢 是她的妈妈 她们两个是夫妻 她呢 是女儿 这样了解了吗 我说 谁欺负谁啊 本来上辈子 就是她 爸爸妈妈 赚了大 赚了大钱 留给女儿的 所以这辈子 女儿又有钱 是她有钱 帮她先生起来的 是 爸爸妈妈 留钱给她 所以她能够 跟这个男人在一起 然后呢 秘书又来了 我说你要怪谁 我说你相不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 那就白讲了 你就会痛苦 如果你相信 那就好好孝顺父母吧 这个就是佛法 佛法 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道理 心里就解开了 完全解开了 就像我大哥 他打我 不但打我 二十多年不理我 把我当做 他都叫我小白脸 还是小什么旺 很难听的话 从小就这样骂我 我跟我妈说 为什么大哥对我这样 打我又经常讥笑我 我在我家是最矮的 他们都比我高 脑筋比我好 我在家里 我大哥看到我就 哼哼这样 我在家里被欺负那么久啊 为什么 因为我的大哥以前啊 我把他的女朋友啊 抢掉 他的女朋友是谁啊 我的妈妈 他们两个好几次的情人 我那时候做爸爸 为了这个国家的政策 把女儿嫁给对方的将军 这样互相不要打架 保护我 那个将军就是我老爸 我把我 我 我 哥哥的最爱 也是我妈妈的最爱 拆开了 这样 但是我大哥还是爱我的妈妈 所以她在投胎做她大儿子 所以各位 你的大儿子就是你的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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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 我妈妈要死之前也不要看我爸爸 她只要看我哥哥 我哥哥很烦 每天叫我坐在他床边等他睡着我才可以离开 我跟我哥哥说 哥哥你是妈妈的最爱 他可以不要看我 也不要看爸爸 他就要看你 对不对 因为就是这个姻缘 所以只是你欠他感情债 因为你上辈子嫁给别人 所以我大哥爱你又恨你 那我妈妈就是欠他这个债 所以这个事情了解了 所以我就不会怪我大哥 我拆散人家啊 让他这样受苦啊 我不知道那一次他有没有自杀 反正就是这样 后来我就跟我大哥说 大哥 这个妈妈生病所有的钱都我来出 用最好的没问题 因为我知道我欠债 然后我都天天对我大哥很好 只是我求我大哥一件事情 我说大哥 你就让妈妈去极乐世界 我说去极乐世界干嘛 他不让他走 他不让他走 因为医生也是说不行 他也不让他走 可以活 可以活 我妈妈因为这样多活一年 很苦 很苦很苦 为什么欠他债 我大哥不放他就不能走 我大哥一放心态他才可以走 所以后来我就用尽各种方法 回向给我大哥啊 找医生啊 他最好四个兄弟开会 那一次我大哥才接受我的意见 跟你说好 好我妈妈就 就不用开刀 就进安宁病房就不痛了 因为他不好他不能走 他欠他的债 所以我讲这种因果故事 我让各位知道 布施没问题 持戒没问题 但是你要深信因果 你的心态怎么调整 当然各位不见得有福报 除非你多读地藏经 你就有机会透过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不是很困难 所以各位你要很诚心 你了解这个因缘果报 但我现在只是告诉你 那你就不要怪对方了 你就自己忏悔 儿子不孝顺 哥哥对你不好 妹妹跟你借钱 这个都有因果的 一切逆境就是消夜 消夜这样 消夜这样 你要安忍 然后还要向他忏悔 他对不起我 跪 赶快跪 像我 我在讲 人家听故事才不会睡着 我的二嫂 嫁给我二哥 我二哥很帅 我二嫂家里也很有钱 他硬要他 然后把我二哥提升为总经理 他们日本公司 然后我二哥做总经理 应酬 后来就有外遇了 这个外遇是我二嫂的朋友 二嫂的朋友 因为我二嫂喜欢卡拉OK 我二哥都说我跟你一起唱 有什么意思 两个唱 然后我带一些朋友 带他的女朋友 结果 那个女朋友就爱上了我二哥 然后两个就我有外遇了 那有外遇以后 我二嫂就想要自杀 好几次要自杀 他就问了很多神明 他说他想要自杀 后来我想完蛋了 这下自杀还得了啊 他们家住这么高 随时可以跳下去了 这怎么办 后来我就 那时候我 我有去接触台湾道教的王母娘娘 我说王母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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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就爱上了王爷 人家王爷有太太 但是你就一直去爱他 后来呢 你就自杀 他真的会自杀 跳楼之前 我下辈子碰到他 我一定要嫁给他 那时候还把我二哥过去 做王爷的名字讲出来 这样 后来他一听 人就变了 不跳了 这下不用跳了 为什么 抢人家的 为什么 他介绍了 我给我二哥认识的女朋友 是他上辈子 我二哥真正的太太 到底谁抢谁的 他就不跳了 现在乖乖学佛 也在打坐学佛 我二哥跟他离婚了 我二哥有外遇 他都不管了 好好念佛 这样就好了 心态变了 你要照顾好就好了 这样我解决了一个自杀的案件 所以我想这个叫我的姻缘 我只是讲给各位听 这些真实的故事 所以你碰到逆境 你就接受吧 这不能怪别人 好 现在我们要翻转非洲了好不好 有没有钱 要用钱去翻 不能翻什么 用心加上钱 好 讲到非洲 我很想去 因为我一定做过非洲人 所以我每次到美国 我很关心 我很关心黑人 我非常关心 这是我奇怪 很奇怪 所以我也要捐钱 好吗 各位也捐钱 捐多一点吗 我知道台湾客没钱了 可以贷款 你要是没钱 跟我们战日法师借 但是我有叫他贷钱来 免得你没机会翻转非洲 所以 然后大家 故事 但是要观想 来 整个非洲 脱离贫穷 脱离灾难 便人间净土 怨阿宏 愿所有非洲人 得黄金海岸的福报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动物平静 希望他们动物不要被杀 好不好 就一直回向给他们 然后我们捐这个钱 像甘露水一样 流入整个非洲大地 然后来 以此功德 回向非洲大地 所死亡的人类 所有恶鬼道 所有动物灵 所有死亡胎儿 饥饿死亡者 疾病死亡者 战争屠杀死亡者 传染病死亡者 怨阿虎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永离贫穷 永离灾难 向好庄严 同城佛道 所以 因为我去美国 我发觉 有一亿多的 非一的人口在那边 他们本来就是很乐观的 但是你把非洲人 放在纽约街头 真痛苦啊 但是他们没有 很强烈的生活能力 因为那个夜 很多父母离婚啊 吸毒啊 我也到他们几个非洲 几个黑人地区 我发觉 很危险 他们导游叫我不要去 我说我们在车上 看一下也好 我发觉 他们很多女生 就在旁边卖毒品啊 然后那个司机说 哎呀 他为了卖毒啊 二十块美金跟你睡觉 还有十块的 只要他吃一口毒也好 很可怜 所以我想各位 你要把他们都当作 自己的女儿一样 所以希望他们 修行很重要 你要把你所有的快乐 布施给对方 你现在吃得好 穿得好 身体很健康 住的环境很好 你要把观想 用爱翻转非洲 对不对 然后你要观想 观想 除了出钱出力 希望极乐世界 产生在非洲 就像我们在念 念咒语的时候 要把极乐世界 把庄严融入于地狱 让地狱充满莲花净土 这样要转变它 所以我想我们要翻转 不是非洲 但是非洲是一个 很好的住原 你这样子的 他们的这个不圆满 贫穷 乃是灾难 对立 种种 我们可以生起更大的悲心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我想 实际有一句话非常好 来 慕心不慕钱 我们要招募的是 我们的悲心不要间断 当然也希望各位 真实能够 来 舍一得万万 有钱真好 多做善事 好不好啊 各位要发愿有钱哦 你不要说我不要钱 你太不慈悲了 这个世间 这么多穷人 你要发愿很有钱 很有力量 很有福报 为什么 为了众生 不是为你自己 所以这个叫福慧双修 每一个佛 都是福慧双修 你在欣赏 你不是在看着我 你在欣赏我们佛像 好 来 所谓布施者 这不是我的钱 这不是我的钱 他们布施的 希望因为这个都是 应该是雪梨啦 墨尔本他们这些居士 布施的钱 然后希望他们得到更大的福报 就向各位 融入这个功德海 所以念一下 所谓布施者 必获其利益 若未乐故失 后必得安乐 布施随喜以去 当愿众生 所作接办 具足佛法 那么 萨多南 三妙三不陀 居之南 大自他 用 这里主力 遵替萨博核 用爱翻转非洲 大家努力 世界联手 帮助非洲 风调雨顺 念佛回向 回向非洲 所有苦难的人们 王阿佛 王阿佛 牌位给我 我每天都写牌位 我赶快放在面前要念 也回向给各位 来 愿以此功德 庄言佛净途 上报父母祖先恩 每天吃一碗饭都要供养父母 父母祖先不要忘记 你要喝水 先供养 这个水干净的 茶干净的 先供养父母祖先 这是修这个 第二个来 上报所有众生恩 然后以对父母的方法去对待所有的众生 像自己的父母 再来 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 现在这个世界政治的力量最大 所以不分国家 特别非洲的所有的国王 总统 澳大利亚的 我们中国的 不管哪里 国王我们都回向给他们 这些领导者 上报三宝加持恩 也把所有的功德 我们吃鸡功德会的功德 各位的功德 所有的道场的功德 夏季地狱痛苦 夏季恶鬼到痛苦 夏季恶鬼到痛苦 夏季所有动物到痛苦 夏季所有动物到痛苦 夏季恶鬼到痛苦 回向所有流产胎儿 个人身上各种冤心在足 动物亡灵 堕胎胎儿 造成病苦 各种业力在足 无形众生 同享功德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大家念十句好不好啊 阿弥陀佛说 一念乃至十念 愿往生 他们就超度了 那些鲸鱼啊 那些大海龟啊 非洲的黄魂啊 在黄金海岸也好啊 愿生西方净土中 酒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何向正言上人 所有僧团 所有委员会员 所有护慈慈祭功德会 一切居士菩萨 同享功德 消灾免难 福慧圆满 深信因果 常行不失 法菩提心 同正佛道 各位记住 你一直回向给正言上人 他的功德就在你身上 这样懂不懂啊 为什么我们要念佛拜佛 你一直拜佛 佛的力量就在你身上 那我们是得便宜的人啊 所以你要一直回向你的 法师上师 然后你也得到他的功德 好谢谢大家 要发 发两条这个给各位 这里面每一条有六个佛的咒语 那佛经说 你把佛的咒语带在手上 佛的力量在你手上 那我们就跟人家握手啊 吃饭啊 特别我们最近餐厅 餐厅都是煮海鲜的 我们也会带着 送给厨师 送给老板 希望他们得到这个福报 好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为了大家可以更好地了解藏传佛教 也能够更客观地去了解 不同的宗派和见地 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有必要 要讲讲这段历史 不管怎么说呢 他对这个千百年来 整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发展 都起到了至关重要 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 这就要讲到藏传佛教时上最著名 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世界 就是顿见之争 甚至时至今日 其实在藏传佛教当中 类似的争辩还在积蓄 所以我觉得各位至少对此 都有一些多多少少的了解 或者可能有听说过一些蛛丝马迹 那么这个顿见之争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争的是什么呢 这是顾名思义啊 顿见之争就是顿门和见门之间的争论 顿门也就是顿悟法门 在这场辩论当中主要以汉帝 大禅师摩赫也为代表的 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由达姆祖师所创立的 这个禅宗一派 那见门正好相反 他们主张的是见之修行 从而成就佛国 在当时是由印度高僧莲花界为代表的印度僧众一方 那么这个顿见之争是怎么开始的呢 大概是在公元八世纪后半夜 连师已经离开了吐蕃 几乎大师也圆寂了 之后呢 持松德镇为了这个广宏佛法 命人呢 从这个汉印两地分别迎勤高僧 修塔建寺 一经设斋 那么从印度请来的是 以祭护大师的弟子莲花界为首的三十多个出家主 而从汉帝迎请的呢 则是来自当时在敦煌一带的大禅师摩赫也的三位僧人 那些以莲花界为首的这些印度僧众呢 向这个三部请奏说 那些唐朝僧人所传授的顿悟禅宗呢 并非佛说 请三部废除所有禅宗在屠宝的传播和教授 那摩赫也和几位禅师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回禅三部说 既然印度的僧人对我们的这个法教有质疑 那就请他们收集和整理出一些经意上的这个问题或者疑点 我们来回答便是 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说的禅宗的法义有任何的错误 或者说是佛法大义之间有任何插持 那就请三部马上停废禅宗法教的这个弘扬和修行 于是呢 就三部就答应了摩赫也的这项提议 接着呢 就那些印度的僧人呢 开始用各种方法 而且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查找经意 又是就是搜罗各种问题 总之呢 各种挑词找毛病 但是呢 无论他们怎么辩论 怎么刁难 摩赫也大师都是对答如流 后来呢 这个印度僧人呢 实在没办法 资之理亏 前驴祭穷 最后呢 既然想方设法迷惑朝臣 勾结彭党 就为了为难这些禅宗们 这个杜如大圣正理诀里面说 当时有两名藏族僧人 因为这个禅宗遭到这个毁谤 深感不平 甚至未法捐躯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三十多名 这个深物禅礼的 藏族出家人 联合起来 向三部请奏说 如果这个禅宗 像那些人说的那样不堪 那我们宁可脱掉袈裟 跳崖之净 那些印度人 那些僧人听说这些事情之后呢 就各个就是破胆 惊魂 自惨行贿 总之呢 这场这个顿见的辩论 持续了三年 直到公元794年结束 那么现在就问题出现了 根据这个藏文的史书 把歇众的记载 顿见之争的最终结果 是由莲花戒为代表的 这个戒门一派完胜 而这个摩赫野为代表的 这个汉帝禅宗洛伴 而禅宗见地呢 被证实非佛所说 是不正确的发教 所以呢 随后呢 持绅得在呢 便在整个吐蕃下令 禁止和废除禅宗的传播和供养 并且呢 摩赫野一行人 遣返汉帝 因为虽然这个顿见之争啊 听起来是一次一千多年前的争论 但是呢 实际上呢 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 藏传佛教的这个后红旗呢 逐渐形成了 以现在这个四大宗派为主的各个教派 这些教派里面呢 就有很多学者认为 宁马派的这个大元马和嘎举派的大手印 这两种修行和见地啊 都是属于顿悟法文 受到这个 受到这个汉帝和尚摩赫野 也就是这个禅宗法脉的影响 而历史呢 已经告诉我们 某和也的禅宗 见地是不究竟 不如法 不符合佛教 佛陀经教 所以呢 换句话来说的话 大元马和大手印 也都是不究竟 不如法的修行和见地 于是呢 啊 这些修大元马 或者大手印的 这些宁马派和嘎举派的 这些学者 也不断的 想尽办法的 把大元马和大手印 跟这个禅宗呢 撇清关系 坚称呢 自己的见解 见地 跟摩赫野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呢 实际上 问题根本不是出在这 问题的根源 在于这个禅宗本身呢 没有任何问题 顿悟法门呢 也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并非把些描述的那样 是一种不如法 不究竟的见地 当然了啊 今天这个听课的各位啊 基本上都是汉帝的子孙 相比于这个藏族人呢 都是比较了解和熟知禅宗的 禅宗作为这个千百年来 这个汉帝啊 甚至日本 韩国 越南等等 很多国家 流传最广 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大书的佛教派系之一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讲这个藏族佛教的这个历史啊 正如曾经这个连世的预言 战布的后代呢 没过多久就 可以说是断绝了 持松得战之后的这个第四代 战布叫做 达玛武东战 历史上呢 普遍称它为朗达玛 就是藏族版的牛魔王 就是吐蕃帝国的末代皇帝 末代赞布 他与这个公元八百三十六年继位 虽然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六年啊 可是呢 却做了惊天动地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佛教灭法运动 后人呢 被称为朗达玛灭 那么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动机去灭法 那现在呢 就是众说纷纭 有各种各样的揣测 除了这些对佛像或者寺院等等 这些硬件的破坏 什么摧毁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 他打压和解散和 他打压解散和清除了僧段 清除僧段 具体来讲啊 他那时候不仅杀掉了很多出家人 驱逐了当时在吐蕃的外国僧人 而且禁止 来就是从印度啊 从大唐 来那些高僧 来来到吐蕃传统 而逼迫很多僧众还俗 强行让他们去打猎 而且呢 对那些不听话或者反抗的僧人呢 就斩立绝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历史啊 刚才提到 公元842年的时候 朗他们由于这个引起共愤 而被刺杀之后 他的两个儿子 吐蕃传和永巅 为了这个争夺王位 进而就分裂成两股势力 虽然呢 吐蕃传算是继承的王位 成为了占卜 但是呢 永巅一派呢 并不承认他的政权 所以呢 多年来呢 两方的争斗不断 情况日益恶化 大概在九世纪末的时候 吐蕃各地相继发生 这个臣民暴动起义 吐蕃传的儿子 也就是当时的占卜呢 被刺杀了 吐蕃的王朝呢 就此分崩离析 然而呢 永巅一派的势力 仍然对这个吐蕃传的后代 穷追不舍 最后呢 无奈之下 吐蕃传的一个孙子 叫做 杰德尼玛尔 直接跑到了 现在的阿里地区 才算是逃出生天 所以呢 后来呢 这位基德尼玛尔混成 基德尼玛尔成为了什么 成为了当地的王 从此就开始了 同志阿里地区 那么这么算起来呢 这位这个基德尼玛尔啊 算是朗他妈的曾孙 他本人呢 也有三个儿子 然而他为了避免 像他祖辈那样 为了争夺王位 手足相残的悲剧重演 所以他就把阿里就分成了三个地区 分别交给了三个儿子 进行统治和管理 也就是历史上 也就是历史上阿里三地区的游览 那么这三兄弟当中的二哥 叫做扎实德管 他被安排来统治当时阿里东南部的布朗一带 也就是今天的普兰县 后来呢 他在这里建立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古歌王朝 那么这个古歌王朝的建立呢 大概是公元十世纪末的时候 扎实德管 就是他的开国之君 第一代君王 接下来呢 他的儿子 也就是古歌王朝的第二代君王 叫做什么呢 叫做松耶 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后来呢 他就退位出家 他的法名叫做拉拉玛伊西尔 就是当时第一位 想要引请阿底下尊者入葬的古歌王朝的国王 为什么说是第一位呢